一时之间,网上被刘凯威和杨幂宣布离婚的消息罢评了,面对两个人宣布和平分手的消息,大家的态度也是非常的不同,有的人感觉还是非常突然的, 毕竟之前有传了两人离婚的消息,但是他们都没有出来承认,所以,大家还是选择了相信爱情,但是有的人却觉得,不管什么事都是无风不起浪,所以对于这个结果已经早有心理准备。 但是刘凯威和杨幂刚刚宣布离婚不久,孙力也发了一条微博,感觉都要崩溃了,网友们在看完孙力的发布内容后,纷纷感叹,能不能消停点啊。 原来在冬至的时候,孙力告诉邓潮,邓潮想再去做弄点羊肉吃,潮哥就回了一句,哦,今天立冬了呀。 然后孙力就说,是冬至,不是立冬,冬至在过节的节气就要立春了。 邓潮就回了一句,哦,快要春智了呀。 然后,孙力就跟了一串崩溃了的表情。 看来,孙力真的也是拿邓潮没有办法了,所以才会发一串崩溃的表情。 看到孙力的发布内容后,网友们都说,能不能消停一点啊,现在热搜都这么热闹了,两人还要发布过一下冬至,就连冬至两人都要秀恩爱。 其实,刘凯威,姚力,邓潮和孙力这两对,原先都是网友们比较喜欢的明星夫妻,但是没有想到,这么早过去了,一天之内有人宣布了离婚,有的人还在秀恩爱。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